敦煌位于我国的甘肃市内 其最出名的莫过于敦煌莫高窟 洞窟里刻有各种各样的历史文化图案 记载了古代人民的智慧与发展 而在近日 美国卫星却对我国的敦煌文化提起了兴趣 在敦煌郊外观察了很久 这明显不是想来看管壁画的 如果要看壁画 直接走进来看就好了 在天上又看不到里面的壁画 那么究竟是什么 引德美卫星赶来凑热闹的呢 下面就让小编带大家了解一下吧 近期 有美国媒体报道了一份 位于敦煌郊外的一座光伏电站的报道 美国媒体称 敦煌的这座光伏电站的规模十分庞大 仅从上方的拍摄情况来看 如果不知情的话 还以为是巨大的发光金字塔 视觉冲击十分之大 那么 为何美国会对敦煌的光伏发电站 如此感兴趣呢 其实这和之前的新能源发展会议有关 新能源的发展是时代的必然要求 之前 我国在国际上表示了 会在节能减排方面 做出比西方国家更好的成绩 而在此后 我们确实也这样做了 位于敦煌郊外的光伏电站 就是其中一个很好的例子 敦煌郊外的这种光伏电站 是首行高科企业制造的 第一个百兆瓦级的太阳能热电厂 占地面积达到了八平方公里 并且 这个大型光伏电站 还配有超一万面巨型定日镜 这座光伏电站的发电规模 可以达到每年近四亿千瓦时 即便放眼整个世界 这座光伏电站的性能和规模 都是位于第一梯队中的 光伏电站的好处多多 不仅能够避免传统火电厂的废物排放 还能够有效地利用自然能量 就拿我们平常最容易看到的 新能源汽车来说 新能源汽车采用的是充电方式续航 而非传统的汽油和柴油 这种充电方式目前还不够完善 充满一次电至少需要半个钟头左右 相比于汽油和柴油这种一加就走的方式 显然要慢得很多 但是长期使用这种传统资源 并不利于节能环保的发展要求 并且传统油的价格还在往上走 充电虽然费时 但是却也省下了不少钱